嗨 欢迎来到Vicky's Corner 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以为你打了疫苗之后就不会确诊新冠病毒 我们全家呢都已经打过两剂疫苗 甚至我的婆婆、妹妹都打过三剂 但是呢很不幸的最近我公公还有KUBA都确诊 去年爆发非常严重的疫情 我婆婆确诊 所以我们有经历过居家隔离啊 然后跟一些很不方便的时期 我会把影片的连结放在这里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们居家隔离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次是我公公先确诊 她为什么会得到病毒 是因为她公司同事的太太确诊 可是先生一样照常去上班 一样身体夹带了病毒 所以传染我公公 第二个呢是公司有人确诊 一样照常去上班 KUBA说她从来没有看过她 爸爸生病的这么严重 她的症状呢是 嗅觉跟味觉都不见 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 身体非常虚弱 发烧 然后咳嗽 身体很虚弱大概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这一周她的情况就好很多了 其实还算蛮幸运的 也许是因为又打了两剂疫苗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非常非常严重 再来呢就是KUBA的情况 我公公觉得她可能有 她就一直很不舒服 然后待在她自己就是生活的那个地方 那间房间 她也没有走来走去 也没有在我们面前 可是为什么KUBA会得到 我们一直觉得很好奇 我猜测可能是我们家小狗的关系 因为小狗都是跟着我公公一起的 睡觉一起吃饭一起都在同一间 然后加上我公公都没有去上班 所以她们都在同一个地方 可是小狗还是会上来找我们 那时候KUBA还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 她就抱她前 然后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 我觉得啦 可能是小狗带了病毒传来给了KUBA 现在呢 邀请KUBA来跟大家分享她确诊的状况 跟她目前为止的修复期身体的变化 那我们就欢迎她吧 你从KUBA得到KUBA是什么样的症状? 开始的时候是跟那个Flu一样的 你觉得哦 应该是Flu吧 可是 你就有那个好奇怪的感觉 它就是 Flu没有那么重的 你的那个鼻子 好奇怪 你就有好奇怪 除了那个Dani啊 有那个Burn的感觉 还有那个 水的感觉 对 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 对啊 24 hours 对 一直有 KUBA也没有 但有很多好奇怪的 突然 你觉得哦 好冷啊 撒旦记得哦 好热 你没有干嘛 鼻子好冷好热 对啊 给你一个 好 好吧 没有Energy 甚至现在我又 撒旦记得有那个Dizi 像哦 撒旦记得 如果是Flu 那个一个礼拜就那个 就好了 可是我现在还有 所以现在多少% 你觉得你的身体有回复? 80%吧 80%不错 那昨天呢 40% 可是我现在很容易生气 对 对 他最近脾气超级爆炸的 一点点小事情 他就 很凶很凶 对 神经 嗯 在超市有卖 你可以自己快塞的 是用血液去检测的 觉得他好像得了流感 可是感觉又好像不是 我们有去买那个检测的 测出来是没有的 但是呢 他就觉得怎么可能 这个症状越来越糟 而且他没有味觉 嗅觉也没有 他就觉得 嗯应该不对哦 就在网路上买了那个 插进鼻子的那一种检测 测了出来他是有的 我测出来我是没有 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任何不舒服 他有确诊 我没有确诊 基本上我们只有睡觉的时间 会在同样的一间房间 我都会是在 现在这一间房间 也许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我没有感染 我们一直觉得 一定是小狗给我们的 对 给他的 一定是小狗给他的 因为他 我公公也在楼下 所以他就那个 带着病毒上来找他 有巴黎说 他那个 常常那个口水 在他的那个披露吧 嗯 有机会这样子的口水 哦 对 所以一定是吧 这是小狗的关系 应该是他给我吧 除了味觉不见 嗅觉不见 很虚弱 很头晕 有时候会觉得忽冷忽热 跟有一点咳嗽 加上鼻子很怪 其他都是还好 还可以 而且现在有时候会有味道 他吃东西会突然有味道 或突然闻到东西 也许是因为他年轻的关系 所以复原能力比较好 吧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确诊记录 我们去年也因为我婆婆确诊 我们在家隔离 今年呢 他没有要求全家人都隔离 他只有来check 偶尔会来看看 哦 我公公在不在家 这样 我们是自己检测的 所以我们没有通报 我们就是自己 关在家里 只要我们有跟别人接触 比如说我们两个 在同一个空间 我们就都会戴口罩 或者是我们下去楼下 我们也都会戴着口罩 这样 虽然在圣诞节前夕 发了这支影片感觉 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就算你打了疫苗 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避免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加上 小心临家的小狗 他可能会给你病毒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最后呢 要顺便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 别忘了帮我按赞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